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商间杏鲍菇头 通常我们买回来的杏鲍菇它都比较大 所以我会把头跟身体的部分分开来煮 把它煮成两道不同的菜 那今天我们先煮这个杏鲍菇头 将这个杏鲍菇头呢切好之后 我会在它的头的底部下去刻花 刻花的用意是等一下我们在煎的时候煎完它 然后切蒜末 然后切蒜末 我们这个调料 我们在里面的调料 里面加两匙左右的酱油膏 加一匙的沙茶酱 那我要让这道菜有点微辣 所以我加一汤匙我自己做的麻辣酱 把它整个拌均匀 接着拿干净的锅子 热锅加少许的油 我们要来煎杏鲍菇头 那将杏鲍菇头倒入锅中之后 我会用筷子把它整个一一一的平铺开来 我们要把这个杏鲍菇头多余的水分把它煎掉 那如果经常在看我影片的人会发现 我在处理这一类的菇的时候 我都会先放到锅子里 把它多余的水分煮掉 主要是把菇类的这个水分煮掉之后 会带出这些菇自己本身的香气以外 它会给这个菜有更好的口感 那只是因为它这个煮的过程中会花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在把这个水分煮掉的时候 大家就是要稍微有点耐心 那我们就是反复的双面都要翻一下 避免说你同一面一直煎它会焦掉 那我们要反复的煎 煎掉呢水分没有了 然后菇表面上是微微的金黄色 那这样子就算完成了 这个菇在煎的过程中我都没有调味 因为等一下起锅之后摆盘好 我会直接淋上我们事先调好的酱 那摆盘旁边放的这个玉米笋 我没有特别录这个步骤 大家如果要这样子摆盘的话 就是玉米笋把它剖开之后 简单的烫过就可以 那每一块的杏鲍骨头把它淋上 我们刚刚调好的这个酱 那这样子就完成咯 我们先先将这个功能